我一位读读语言学的学生 鲍玉顺教授Professor Robert S. Bauer 曾经预测下个世纪初 广东话将会被列为频繁语言 而他下年将推出一本香港粤语英语广泛词典 这本词典将会计1977年之后 成为第一本更新更全面的粤语词典 广东话是我们的母语 它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身份认同 它绝对值得我们去保护保育去传承 来自港澳、广东省、海外各地、有心的朋友 请帮助这本粤语词典成功面世 自己的语言没理由自己不支持 可以的话分享这条影片出去 给更多人知道这件事